流到冬季 春流到乡 一个是梦缘千花 一个是梦无相 若说梦情缘 今生年又遇着花 若说有情缘 如何心事终寻 一路是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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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荡乡 一个是望远仙逃荒荒 一个是梅荣乡 诶 陈经理啊 那个是平昊是谁负责的 一生片有月的花 若说有情愿 如何心事共寻 一生片有月的花 一个是梅荣乡 一个是水中月 一生片有月的花 两年多 一生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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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七二 пес 呗 六佬 六斗 六斗 一生片有 一生 oui 我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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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夜 江湖茧阳,一个古老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青春花, 是青春花,江湖茧阳作,江湖茧阳,一个是水中午。 可以 这个角度可以吧 可以 OK 没收了 他们那边的忙 太大哥了 一下右一下没 他们那边 是不是 全新历史 不是不是 就是他方式准那边一下有一下 那样 哦那个是中国那边放 对对 好 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放呢 我我刚刚不是让什么放 就让什么 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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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情愿 如何心事终寻 若有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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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media 若 Maybeissa 若有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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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który 若是你学生的会信 Mam Stewart 若 fé今天的时候今天边事 若吸老师 若是你的小孩 若是少女小孩 hi 若是 deliveries 若是 Jahr 예 若是 Lie 若不从怀愿 若是不是 尤老师 尤锦老师 我的声音可以吗 尤老师 哪个尤老师 尤锦吗 尤锦吗 尤老师 尤锦老师 尤锦一尤老师 尤锦马老师 尤锦王老师 一个是没用的 张老师进来了吗 我的声音可以吗 是张老师吧 对对我的声音可以 是张会长吗 对对对 你的声音听出的 你的声音可以是吧那行 欢迎您 我这个地方有点暗 好像看有点看不太清楚的脸 我调一下位置 对您要是发言的话 最好是就是对着光 好的 那怎么样 看它好多了 就是说 就是说您的脸 面部最好是对着窗 或者对着一个孩子 我调一下 我调一下 全世界的大人 不是对着窗 所以我们也去 把脸被承受到 你还敢说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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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一泊流大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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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一点 哦 哦 哦 好 你会出来像我这样 哈哈哈哈 日美 我不会 哈哈哈哈 哈哈 没事 你旁边应该是书手在那帮你弄一下哟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就是我一个人 我 我 我不会弄这东西 没有 因为在中国那个用Zoom的可能不多 嗯 中国都是用Zoom的 您师傅可能有点亮 要不然把后面帘子拉上 我要换一个方向 对 换一个方向就好了 就换着窗户 我们那边换了就对了 太棒了 这样非常好 张会长 这样就好了 非常好 您把笔记本电脑往下压一压 往你这个方向扣一下 哎 哎 对了 您再往后坐一坐 这样就好看了 等一等等 对 这样非常好看漂亮了 感觉也很好 哎 对对对 这样画脸又不变形了 要不然刚才有一点点变形 这样也可以是吧 非常好 非常好 哎 哈哈 因为面前有稍微的光 可以给你打的那些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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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他的相机 报告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的那个摄像头好吗 这样的话 一会我们介绍的时候 请大家把自己 我们机会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 会把每一位嘉宾 请到我们的主屏幕上 所以大家呢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张会长的画面 已经非常好了 嗯 不知道沈永部长 有没有来哈 嗯 还没照 嗯 好 刚才尤锦老师进来了 我看 尤锦老师进来了 尤锦老师 好 嗯 大家好 嗯 那林会长进来了没 林会长 林德南 我进来了 啊 请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没看到 在这里 没看到您 我们把林会长的画面 披了一下好吗 工作人员 来 有人在吗 啊 林会长画面非常漂亮 很好 来 嗯 尤教授在吧 我看到蔡老师了 是是 大家好 大家好 哎大家好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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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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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他是这边 这边正常的 他是正常的 好 还是为什么这边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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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金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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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潘博士 潘博士 是神影部长进来后 嘉宾要一起合影是吗 还不是 我们是大概有一个开场拍 开场拍在项铁老师 然后要开始介绍 但是在支持自己 我们才开始开始 就是大家说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 发言的嘉宾 放到一个屏幕上 这个可以吗 这个不是要当时 这个我会截图 我们会关门的 我们会关门的 这一句好不好 有点闻了解 表哥 没问题 哪个重要 我喝多山奶的牛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前扣一下画面 就是镜头往下压一下 往你这个方向 往人这个方向扣一下 这样的话您的露出来的画面就会多一些 现在是一个头就看到您这个 你把这个喉咙看作是 那个球球给你整齐的糕怎么样 那个球球给你整齐的糕怎么也 这个球球给你整齐的糕怎么也 这个功能是从小的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吧 我需要 来 请工作人员听听 刀子拿了 我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 来 我们屏幕上现在呢 请工作人员先 放两位主持人 来 有请我们的英文主持人 来 其他嘉宾呢 我们暂时介绍他的时候 我们再请上来 好 看到了沈部长好 好 这有一点点反光 好 今天北京的天气也特别好 我已经看到了 我们大家都有非常美丽的背景 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 再尽快调整一下我们的镜头 每一个嘉宾都可以把自己的景别调为 类似于我这样 半身景别可能会 就比一个头要好一些 对 把镜头往下压一压 这样的话就能看出 能看到您的半身景别 切半身或大半身都可以啊 镜头这样 弯一下 往自己的这个方向弯一下 它就可以了 好 能看到了吧 好 看看 因为大家太糟了 我今天的阳光太灿烂了 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吗 来 请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请把现场的画面 放两个主持人的画面 工作人员 中医在吗 我应该已经放好了 我应该已经放好了 我们现在下面是 为什么 颜密 现在 风 cel摹 保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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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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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游博士 Next Let us welcome Director of Chinese Program for NTU School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Xu Jingyi Singjia Pornhub Nang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 Xu Jiao So A warm welcome To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of honor Friends and fellows Now With a great event It's also a collection of happy memories Let us now take a group photo For memory keeping Zai womende活动开始之前 让我们拍个集体照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开视频 大家一起对视频 笑一张 我们拍个团体照 做个好纪念 好 看到越来越多视频了 好 大家笑一笑 保持笑容啊 继续的笑哈 谢谢 好的 谢谢大家 首先 让我们请我们的本期 主讲兵 新加坡红龙梦协会会长 孙霞博士 致欢迎词 As the saying goes 有朋 自远方来 不亦 越乎 I'm happy to welcome I'm happy to welcome all our guests to our lecture series today First Let us welcome our main speaker for today Dr Sun Xia President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ociety for Singapore to deliver her welcome speech Dr Sun Xia Peace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神影部长 中国红龙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先生 尤金老师 林德南会长 尤俊豪教授 徐景毅教授 各位专家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新中学者 解读《红龙梦》系列分享讲座 在春天有约里 正式启航了 这是中华文化传承 大型主题系列活动的首期 它的意义在于坚持文化自信 传播中华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 在此 我代表新加坡红龙梦学会 向到会的各位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新加坡红龙梦学会 于疫情期间的2021年2月26日 正式揭牌 用新加坡演的语言来表述就是 新加坡终于有自己的 《红龙梦》学会了 不禁感慨办情 作为新加坡红龙梦学会会长 深干责任重大 定当不如使命 不遗余力的为红学会贡献力量 我从2007年第一次在北京电视台 名师讲坛 讲座红龙梦与现代管理到2017年 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第二次讲座 于2002年的今天第三次登上讲坛 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种全新的感悟 也请各位领导老师和朋友 多提意见 批评指正 在此特别感谢沈颖部长的鼎力支持 沈部长精通中华文化 也是红学会的研究者 同时衷心感谢中国《红龙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老师的大力支持 并将亲自演讲 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 在《红龙梦》学会的发展道路上 走得更高 更远 今天是个吉祥的时日 四月三日 农历三月初三 佛家的节日 也是红龙男主贾宝玉 顿入佛门的信宴日 这是一种归宿 也是一种境界 让我们与红会友 与梦会友 我们都是巨梦人 也是追梦人 更是圆梦人 谢谢大家 谢谢会长 下面让我们邀请的是 我们今天的开幕组宾 新加坡外交部兼国防部 高级政务部长 神云女士 欢迎我们的神云女士 next let us put our hands together to welcome our guest owne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iss Yimane to deliver her opening speech Miss Yimane please 尊敬的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孙霞会长 尊敬的中国红楼梦学会 张庆山会长 作家们 贵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邀请我参与 今天下午的活动 当我收到邀请的时候 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因为作为红迷 我知道新加坡 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 红楼梦学会 我感到有点激动 所以我也希望 能够尽自己 一份微薄的力量 来支持新加坡的 红楼梦学会 今天的活动当中 有许多钻研 红楼梦的专家发言 我不敢搬门弄斧 我只想简单的谈一谈 作为一位红迷 对这本伟大 著作的喜爱和崇拜 以及红楼梦 给我带来的 几点个人感悟 我最早接触到的 红楼梦 是连环图和小人书 与其说是阅读红楼梦 不如说 是体会小说里面 最精彩的个别片段 如戴玉藏花 刘姥勞进大观园 情闻私善等 那种体验是碎片化的 不是系统性的 作为连环图的儿童读者 读到的是 极其省月的文字 无法欣赏 曹雪芹原文的力量 但是从情节设计 和人物对白当中 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 红楼梦世界的魅力 尤其配上大师 刘淡宅的插图 更让人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精致和华丽 让我不由自主地 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 可见伟大的作品 秉承着独特的生命力 就算是简化的版本 也可以引人入胜 小学五年级时 我们一家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 搬到美国去生活了一年 那个时候的我很喜欢看书 尤其是华文书 但是行李有限 能带过去的不多 里面有一套《红楼梦》解本 适合小学生阅读 在美国的那一年里 我的英文水平 有了很大的进步 华文没有长进 但由于当时找不到 什么中文读物 当然当时也没有互联网 我只好把带去的《红楼梦》解本 反复看得滚瓜烂熟 当时看多少遍都不觉得闷 所以我又有了另外一种感悟 如果有一天我流落荒岛 而上天只允许我拥有一本书 那我希望这本书是《红楼梦》 我们回到新加坡后不久 1987年版本的《红楼梦》电视剧《问世》 我们全家都追着看 和很多的红迷一样 我觉得这个版本至今仍旧未被超越 后来上了高中 我修读语文特选课程 考试的内容包括《红楼梦》的前80回 在老师的指导下就开始比较仔细的看原文 发现了很多解本以外的内容 也开始从时代背景 创作技巧 人物设计等方面尝试分析这本著作 之前的我只知道《红楼梦》好看 我喜爱它 我没有去考虑为什么好看 为什么这部书值得喜爱 而《红楼梦》成了我的课文之后 我就必须放开读者的身份 作为一名学生尽量地去了解它 后人的分析也许无法充分地体现出 著作的伟大 不过我确实在学习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和享受 和备考其他的科目不一样 我在备考《红楼梦》时 一点也不觉得累 考《红楼梦》是我学习生涯中 最愉快轻松的体验 要是每场考试都是如此 那该有多好 毕了业开始工作之后 在偶然的情况下 我重拾《红楼梦》 更准确地说 是开始留意到什么是红学 以及红学的一些主要方向 我和很多人一样 喜欢侦探小说 所以就对《红楼梦》的探议学 发生了一些兴趣 我很想根据 我很想了解 根据前八十回的 明示暗示和蛛丝马迹 去发现这个故事情节 应该怎么发展的 并且去了解高二续写的 后四十回哪儿不合理 当时的我也对曹雪芹生平 产生兴趣 很想了解《红楼梦》 从哪些方面可以作为它的自传 或是家族写照 所以也拜读了一些红学家们 如周如昌 刘新武等的作品 也看了一些他们的讲座视频 《红楼梦》是中华文学史上 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因为流传下来的不是完整的版本 为广大读者们留下了归之不去的遗憾 也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遗团 如果真有时光隧道 让我可以回到古代 我真希望能够找到曹雪芹 把这些问题通通问个明白 最后我想谈三点小小的个人感悟 第一是曹雪芹 我认为她是同情妇女 尊重妇女的 作为女性读者 我因此对《红楼梦》感到格外的亲切 作者通过主角贾宝玉的口中 道出了对女性的怜惜和爱护 其中的名句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是最具代表性的 云黛玉藏花等洁癖的行为 看起来很古怪 其实至本节来环节去 强于乌脑现勾曲 也表达了女性追求自主的精神 和封建社会的礼教制上 男尊女卑的现实的格格不入 另外书中对于女性角色的描写 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 都十分细腻到位 这不仅仅表现出曹雪芹过人的观察力 也表现出一种超越封建时代的 对女妇女的同理心 曹雪芹作为伟大的作者 有许多值得歌颂之处 但她对于妇女的尊重和同理心 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感悟是 《红楼梦》是一部可以伴随着每个读者 个人成长的一部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每个人对这部作品的反应 都可能发生变化 记得小的时候 我的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 宝袋拆的三角链 我当时特别同情宝袋 觉得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 是一大憨事 后来开始懂得一些人情世故 才发现书中各个角色的立体和出彩 也开始对书中所刻画的社会制度 价值观 审美观有更多的注意 不得不由衷佩服曹雪芹 她除了是成就高超的维学艺术家 也具备了人类学家的尖锐眼光 社会学家的精辟分析 以及思想家对于人世间不足之处的 深刻批判 《红楼梦》就像百宝箱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读者人生经验越是丰富 就越能够在《红楼梦》当中挖掘出宝藏 接下来孙霞会长要谈 《红楼梦》和人力资源管理 和大家分享他在《红楼梦》中 获取的管理学宝藏 我很期待他的分享 第三点的感悟是 《红楼梦》不仅是名著小说 它不仅是电视剧戏曲 甚至舞台各种 甚至是舞蹈等舞台表演的创作全员 它也不仅是学术题目 它也是个平台 提供无限的资源和机会 让读者们 粉丝们能够相互交流 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希望许多新加坡红迷们 还有学者们可以在学会的促成之下 成为朋友 大家一同来分享 来自这部矿石之作的感悟 知识和快乐 在这里我要祝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会晤蒸蒸日上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谢谢 谢谢沈部长 我现在说话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哎呀 太不容易了 这个信号就是不稳定 抱歉 抱歉 好 我们刚才是有一个环节 说大家合影的环节 是吧 刚才有没有进行 合过影吗 合完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是吧 好 感谢沈部长 下面我们有请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先生致辞 张会长您的话筒没开 麦打开 下面那小钮关着呢 没有声音 听不见 现在可以了吗 好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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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 曾经的声音部长 曾经的声音部长 曾经的声下会长 最近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 因要参加新加坡 红楼梦学会主办的 中华文化传承 大型系列主题活动 前一年时候 王辉博士告诉我 新加坡成立了 红楼梦学会 这令我欣喜万分 基此机会 我仅代表 中国红楼梦学会 对新加坡 红楼梦学会的成立 以及本次主题 红楼梦聚办 表示衷心祝贺 此时此刻 我想是几年前的 一件往事 2018年4月27号 中国著名的 美国式演员专家 华尔年先生 在科学网上发文 喜乐在美国 逼迹法尼亚州 水塔瀑布市的 卡尼基图书馆里面 发现一套红楼梦 这套坎克伊 1796年 至1850年间的 清代课本 极可能是 1863年 美国兴建 第一条 开北洋铁路时 由来自广东地区的 花工 携带并留存下来的 一本红楼梦的 百年美国漂流 令许多延防子孙 心情不能平静 红楼梦是中国 是中华民主 最伟大的古典民主 它在海外的传播 与红楼梦的 地界 海外华人世界 紧密相关 而新加坡 是全球 华人最集中的 国家之一 二百多年来 一代代华人 把对中华民主的 情感维系 一对红楼梦的 爱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对中国人 对中华民主 对许许多多延防子孙 来讲 它似乎 已经超越了 一部文学经典的存在 而成为 中华人里的精神寄托 精神家园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 对人类文明的 巨大贡献 清末大司人 黄文献 曾对日本友人说 红楼梦 乃凯天辟地 冲苦之今 第一部好小说 当于日月争光 万古不魔者 大学者 王国伟也说 苟知美术子 大有造语人生 而红楼梦 知足视我国美术上 只唯一大著述 这样的评价 红楼梦是不是太高了 我说一点也不高 下个其分 红楼梦就是这样伟大 就是这样令中华民族 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许多读者来讲 红楼梦似乎不是一部 以固执情节 建长的小说 它既没有三文演义 那样博蓝壮阔的占领场面 也没有西游记 随口传那样许多 曲折惊奇的故事 的确 红楼梦的故事 似乎是那样平淡无奇 而红楼梦的嘴巴 正是在这平淡无奇的 日常生活的描写中 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 帅舵记一群 青年男女 尤其是女人们的 爱情悲剂 婚姻悲剂 人生悲剂 深刻表达了作者 对人生 对生活 对社会的看法 而虚似入生的人物形象 独特编制的虚述世界 神妙其色布局结构 鲜活生的语言艺术 红楼梦一齐不可抗拒的 艺术魅力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 出了一座不可其极的 艺术高峰 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 新纪元 有人说 红楼梦是要读一辈子的天书 我说读一辈子不容易 但我要说 红楼梦是我们这一辈子 一定要好好读一读的书 我们这一辈子 如果说没有好好读一读 红楼梦 没有走进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没有走进大观园 不认识贾宝玉 林黛玉 薛宝菜 王熙凤等等 红楼梦中的人物 那一定是人生的一大遗憾 红楼梦中对社会 对人生 对人的深刻描写 作品中原案处的 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甲儿处的鞭斥 对我们更深刻的认识生活 认识社会 认识人生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旅程中 红楼梦对我们 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 和审美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 伟大的文学经典 是不朽的 最后 驻中华文化传承 大型世界主义活动 圆满成功 驻中西文化与学路交流 有更大的发展 自我各位朋友 健康 吉祥 幸福 谢谢大家 非常地感谢我们的张会长 下面请新加坡著名作家 尤金女士致词 Let us now welcome Madam尤金 Our renowned Singapore writer To deliver her speech Madam尤金 please 曾经的省部长 孙会长 张会长 各位学者 首先深深恭贺 喉咙梦 一列讲座的开讲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只简单地说几句 喉咙梦 这部旷世局著 即是金雕细琢的 也是磅礴大气的 即是红薄深邃的 也是贴近生活的 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 让人目不暇气的 万花筒 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都让人惊艳惊叹 我相信 孙霞博士的 喉咙梦学会 一定能够引导其他的人 以更缤纷 更辽阔的角度 进入这一座 庄严的 古典文学殿堂 谢谢 非常的感谢 尤金女士的致词 下面有请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 林德南致词 Next, let us welcome our president for the Singapore's Rights Association Mr.Dinan Lim to deliver his speech Mr.Dinan Lim 谢谢潘博士 尊敬的神领部长 尊敬的新加坡 红楼梦学会 孙霞会长 孙霞我还是习惯 叫他铃铛 大侠铃铛 中国红楼梦协会 张庆山会长 各位学者 老师 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刚才我聆听了 省部长的一起话 觉得今天 主办官局邀请 省部长当嘉宾 是恰到好处 是请对人了 我相信以后 可能有机会的话 学会可以邀请部长 来一场 从部长的角度 解读红楼梦 我相信会很多人来听 首先我代表 这一次大型活动的 支持的团体 就是新加坡作家协会 新加坡文艺协会 还有当代艺术研究会 和五月师社 感谢大会的邀请 并对大侠铃铛这些年来 对新华文学的支持 和热心的推动 表达感恩和感谢 今天五月师社和当代艺术研究会 会长和社长 蔡自立博士也在场 那么我与大侠铃铛呢 也就是孙祥会长的一段语言 是开始于2016年 自从我接任新加坡作家会长 这个职位后 在机缘的巧合下 我邀请铃铛 参与了新华文学的发展 铃铛虽然是一个企业家 但是我所认识的铃铛 它更像是一个文人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谈生意 主要是谈会物 谈文学 谈未来的一些发展 那么在2016年 认识铃铛之后 还有加入做一些承诺会员 那么这些日子 他对新华文学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叫人感动 那么这一次 由铃铛发起的 中华文化传承主题活动 以《红楼梦》专题开始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铃铛 推动新中文化交流的 一次民间的行动 是民间的 那么红楼梦这部 经典巨著 通过红学的交流和分享 他促进了新中学者 还有文学爱好者的 互动与交流 那么今天就是一个实例 那么在我看来 铃铛的角色 应该算是民间的文化大使 他没有人封他 但是我封他文化大使 我本身不研究红楼梦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 那么我从事文学试验 那么我也爱创作 尤其是写诗 那么以我为例 我相信 无论是新加坡 还是中国 甚至全世界的中文写作者 或者文学爱好者 多多少少都会从 红楼梦中 积取养分 并从中得到文学补益 甚至部长也能 从中得到补益 这个刚才 说是论应该就是跟红楼梦有关系的 那么新加坡文艺协会的陈军会长 他甚至是红楼梦书刊的收集者 后来我们知道了 是因为他一年前突然间 说他有一批红楼梦的书刊要送出 我马上拦截了 把他邀请他 要求他送给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后来成功了 现在都收集在 红楼梦学会的会所 那么 最近呢 近期呢 一些对红楼梦学 朋友研究的中国朋友 移居到新加坡 那么也有意无意地 把那个红楼的养分 用在新加坡施肥 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园林 那么其中 曲锦益老师 还有王毅老师 王毅不知道在不在场 并是很具体的例子 他们的加入 丰富了新加坡的红楼梦的景观 那么我本身从事出版 我本身的出版社 近年来也出版 或者从中国引进了 不少青少年版的 红楼梦读本 我希望更多的新加坡学生 有机会接触 这本文学经典 那么多读红楼梦 以后就可能当部长 这是我的感悟 其实在全球画格局下 新加坡华文作家的组合 创作还有出版 也出现了变化 那么新移民 成了新华文学格局的一个部分 以新加坡作家协会 新加坡文艺协会 还有五月事实来说 一部分成员 还有中间分子 都是新移民的身份 他们主要来自大中华地区 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 新移民作家占多数 那么跨世纪过后 一些男来的新移民 成为了新华文学的中间分子 他们对新华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包括一些学术研究 都做出了贡献 那么好了 我现在回到今天的讲座主题 那么还记得2017年 我在国家图书馆 领听了大侠铃铛 分享了红罗梦 与企业 现在企业管理 当时虽然只是两个小时的讲座 但是人觉得意犹未尽 那么希望今天的第一讲 也是让大家意犹未尽 所以期盼呢 往后有更多机会 聆听孙霞 铃铛大侠 在这方面做更详尽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说话可以听到吗 听到 抱歉 我们中国这边信号 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我要去同学会议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主持 感谢 感谢林会长 为我们做的精彩致词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华语馆馆长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尤俊豪教授致词 最终于欢迎来到 NTU的中国历史中心 和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 教授 教授 Yu 你能信用他的话 谢谢两位主持人 尊敬的新加坡外交部长 兼国家发展部高级中务部长 陈颖省部长 尊敬的新加坡红楼梦 学会会长孙霞律师 尊敬的中国红楼梦 学会会长张庆山先生 尊敬的新加坡著名作家 尤金律师 尊敬的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 宁德兰先生 尊敬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主任曲锦毅教授 尊敬的各位学者专家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尤俊豪 新加坡南理工大学华语馆馆馆长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 首先热烈的祝贺新中学者解读红楼梦 系列讲座开办成功 然后中心祝愿今天的首场讲座 由新加坡红楼梦学会会长孙霞 孙会长主讲的红楼梦与现代管理制 人力资源管理顺利举行 红楼梦是中国的四大名著 仅凭红楼梦就构建出了论述庞大的红学 红楼梦的人物众多 各有各的性格与特点 红楼梦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 似幻似真 红楼梦的内容丰富 得见文艺文化时代的各种元素与符号 红楼梦的景源和寓言又带有哲理与哲学的思考 那小说红楼梦也引发了许多其他的文化产品的诞生 比如绘本、电视剧、电影、歌曲等等 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说法 红楼梦圈粉无数 这句话虽然说的通俗 但实际上红楼梦的保障与价值是非常非常的丰厚 我非常高兴看到新加坡红楼梦学会在近年创立 也看到如今新加坡红楼梦学会连接了新加坡与中国两地 主办《心中学者解读红楼梦》的系列讲座 这个系列讲座的九位讲者 包括孙霞、孙会长本身 还包括了张清善、蔡鼠盆、王军、奏德成、石中籍、王毅、王会、林林 可以说这是新加坡与中国两地红楼梦的一时自选 我相信他们的精彩演讲一定会从不同的角度 促进对红楼梦这一民族的认识 这里应该一提的是新加坡红楼梦学会会长孙霞 孙霞是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跨国华人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业务编布了两国 孙霞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理散 诗人笔名铃铛 商人的白天与诗人的夜晚 这一句在文堂上流传的话 形容的就是他 那孙霞呢同时也是一位凝聚力很强的人 新加坡红楼梦学会这样的一个学会 新中学者解读红楼梦这样的一个系列讲座呢 聚集了这么多的学者专家朋友的参与呢 就是其中一个名证了 新加坡与中国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历史上的当代的涵盖了经济 政政社会文化等各个范畴 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从来就没有阻断 从来就很深刻 如今红楼梦成为其中一个脉络 成为一道绵延的亮眼的风景线 值得我们高兴 我代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作为新中学者解读红楼梦系列讲座的支持单位之一 能够功向升取 非常荣幸 红楼及红尘 大观及世界 祝大家交流通畅 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 谢谢刘教授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发言 下面我们有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 曲景毅教授致辞 掌声欢迎 Let us welcome our director of Chinese program for NTU School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曲静怡 to deliver the speech Welcome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沈部长 尊敬的孙霞会长 尊敬的张庆山会长 非常荣幸能够出席今天的发布会 红楼梦在中华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毋庸置疑 其地位恐怕只有唐诗可与之媲美 明朝人胡应霖曾赞叹唐诗作者之盛况 帝王 将相 朝世 不一 童子 妇人 滋留 语客 弥符 寓 作诗如此 研究诗也是如此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参与到解读堂诗的队伍当中 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 同理 对于红楼梦这样的百科全书 也值得后世多种多样多元的解读 我以为学者专家可解 平民百姓一可解 文学家可解 企业家 政治家 政治家 亦可解 中国人可解 海外华人 汉学家 亦可解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红楼梦 红学研究 理应 海纳百川 兼容并包 让红楼梦在当代社会 在全球华人世界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花朵 基于此 2021年2月 正当疫情蔓延人心浮动之时 孙霞倡议创办新加坡红楼梦学会 可谓一桩赏心乐事 他邀请我加盟 自当义不容辞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启动 心中学者解读红楼梦系列讲座 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华人 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方式 当代读者 对《红楼梦》的接受 呈现出两极化的近况 喜欢痴迷者不乏其人 敬而远之者也不在少数 过去有人说 《红楼梦》不读五遍 没有发言权 到如今这样痴迷《红楼梦》的人 仍然大有人在 与此同时 无可否认 当代人 尤其是年轻族群 对《红楼梦》往往是敬而远之 存在着相当的接受困境 这里面的其中原因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 比如说《红楼梦》的文字典雅精深 《红楼梦》的象征 隐喻难读 《红楼梦》的人物关系 错综复杂 《红楼梦》的篇幅 赋予挑战 《红楼梦》的生活 距离我们相当的遥远 特别是书中浓郁的悲剧气氛 让人望而却步 但我仍然喜欢《红楼梦》 喜欢在大学讲堂上 跟我的学生们一起探讨《红楼梦》 我喜欢贾宝玉 喜欢她的呆性 傻气 痴情 喜欢她不目容力 鄙视公民 讨厌仕途经济 宝玉待遇的爱情 超越了世俗的功利性 表现为生活理想 及自我实现意义上的 志同道合 两个时代的叛逆者 在经历了彼此的猜忌 担心 试探 怄气之后 互鸣真心 心心相逆 这样的情种 这样的叛逆 这样的超功力 何尝不是我们现代人 所缺失的呢 《红楼梦》第一回有云 那块被女娲娘娘 弃至在大荒山 无极崖青梗峰下的丸石 恳请茫茫大士 渺渺真人 带她到那昌明龙盛之邦 师里沾音之族 花柳繁华地 温柔富贵乡 取安身乐业 衷心希望 我们的演讲嘉宾 也同样能带领我们 到那里去受享一番 去重温两百多年 前曹雪晶创造的 那个淮金道玉的 《红楼梦》 祝愿《红楼梦》的系列 讲座圆满成功 祝福所有的观众 平安喜乐 谢谢大家 谢谢曲教授 是不是我的信号又不好了 能看到吗 能 潘博士 谢谢 谢谢 谢谢曲教授的精彩演讲 那我们今天各位专家和领导 以及各位学者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下面我想再把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各位领导专家和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那潘博士我想现在我们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新加坡红楼梦学会会长孙霞博士和他主讲的内容好吗 Sure Let us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our main speaker for today Dr.孙霞 We will let Professor 向立读 share more OK 随霞 笛笔名 铃铛 知名企业家 作家 工商管理 硕士 博士 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校友理事会职委 北京校友会会长 新加坡作家协会 名誉理事长 油池民众俱乐部管委会 名誉主席等职务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小说 诗歌 散文等文学著作13部 曾获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首 2013年中国西部年度人物 2017年南洋校友成就奖等荣誉 在红学里 孙霞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和解读 《红楼梦》的第一人 Dr. Sun Xia with the pen name Ling Dang is a well-known entrepreneur and writer she is an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TU Alumni Council president of the NTU Beijing Alumni Association honorary president of Singapore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honorary chairman of UT Community Club Management Committee as a member of the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Dr. Sun has published numerous novels poems and poses she was nominated as the Torch Barrier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Western China's Person of the Year Award in 2013 and received her NTU Alumni Service Award in 2017 Dr. Sun is the first to perform research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d written a book about it 我们今天的讲座 孙霞博士将从不一样的角度 通过不同人物的思想行为 诠释管理之道 为人之道 并将自己管理企业和社团的经验 体会融会贯通其中 让听众朋友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理解和思考这部文学剧作 整体八讲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本期重点将呈现 红楼人力资源管理一讲 In this lecture, Dr. Sun or Ling Dang will share on her analysis on the book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terpret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their behaviors, their ideologies from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By tapping on Dr. Sun's experience from business management we can also gain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classic Today's lecture marks the first of the eight lectures in this series and we start with the topic The essence of management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好,感谢潘博士 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 孙会长好吗? 由他带领大家一同走进 他的鸿蒙旺语现代管理之 人力资源管理 Without much further ado let us pass the patent to President Dr. Sun Xia Dr. Sun, please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呢 对 就是大甲我的这个褒奖 那么刚才听了沈颖部长 对《红楼梦》的这个阅读和解读 我感觉到我几乎都不太敢讲了 所以呢 要给 跟大家讲句 就像德南会长说的 如果您想当部长 得要先要读《红楼梦》 要读《红楼梦》 就是要加入我们《红楼梦》学会 那我呢 今天呢 要讲的是 《红楼梦》与现代管理之 人力资源管理 我们所要讲的管理 是一种超越企业管理之上的大管理 它容纳百川 融入了我们现代生活的所有细节 世间万事万物 无不渗透着管理的方方面面 国家的管理 政府的管理 企业的管理 家庭的管理 爱情的管理 等等 都需要细心的精灵 否则便会一无所获 而《红楼梦》作为遗留的传统精品文化 堪称一部波乱壮阔的大外科全书 每个人都能找到其中所需 作为一个作家 我感叹《红楼》千古绝唱般的哀哀怨怨怨 与爱恨情仇 同时为爱生与死 这一文学永恒的主题 在《红楼》淋漓的表演 而今在爱情与婚姻的背离于统一 也一直在矛盾和斗争 需用心经营 而作为一个企业家 竟然在其中的无处不在的管理思想 早已被《红楼》故人所精辟纵结 超越了西方式的管理学理论 展现给我们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更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同时融合了西方的管理理念 更容易指导企业的实战 现代管理无不是人生的管理 而《红楼》之梦实为之难 那么我在北京电视台《红楼梦》里 有八奖 第一奖是贾母的无为而至 第二奖是王熙凤的执行力 第三奖是爱情与婚姻的战略管理 第四奖是营销大师薛宝钗 而不贾宝玉 第五奖是林黛玉没有团队意识 第六奖是和谐池中的领导者薛宝钗 第七奖是红楼人力资源管理 第八奖是红楼企业文化 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我就是重点讲下红楼人力资源的管理 那么为什么要讲人力资源管理呢 大家都知道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人的管理是难度最大的管理 而红楼浩浩浩荡荡数百人 连人都辩不清楚管理就更难 我们将红楼这个大家族模拟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 只有通过红楼人力资源大家庭的众生项 才能表现出个体的丰富多彩 生活和工作状态 全面抛袭人物及红楼企业的兴旺与衰败 那么今天呢 我用这个短暂的时间 给大家分享五个章节 一个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 一个是红楼人力资源的精神象征 另外是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四章是薪酬管理讲成机制 第五章是由人力资源转向人力资本 那么实际上我们大家可能读过管理学的和搞企业的 那么管理政府机构的包括五南大学都是同样的 那么呢 我和大家一起在第一章里把我们那个人力资源的管理的理论 先给他复习一下简单的几句话 第一呢 是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 战略管理呢 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只有具备战略家的眼光才能具有高度与格局 因此呢 管理者首先应该是个战略家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合理的招聘录用人才 发放员工守则 将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岗位 那么招聘难和人才的不断流动是企业的一个难点 培训以潜能的开发 那么培训呢 我们包括了入职培训 专业培训 岗位培训 提升培训等等 那么为了留住人才呢 我们可以选择长期的重用 和可以接班的高管 免费的深造的提升 绩效管理 那么企业要对员工定期的要求员工 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总结和汇报 组织对员工进行评价 对于对企业用心研究提出建设性 实用建议的员工 落实奖励机制 劳动关系的管理就是通过国家标准的劳动合同 结合企业的实际和员工意愿 以法律和道德为界线 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 然后是营销人心与企业文化 那么我们营销的最高境界是获得人心 这是一个长线工程 由关心他们的家庭生活 所有的细节 树立员工正确的价值观 让员工懂得珍惜和感恩 形成正能量的企业文化 由人力资源转向人力资本 关键是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 并不断地使人力资本得到升值 形成一个核心的高层管理圈 转化为资源于价值 将员工与老板的永恒矛盾换位思考 变为荣辱与共 让人力资本和企业资本积业成清 那么我今天呢 要讲的是大概有十几个人物 一个人物一两分钟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红楼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 这个大家族的这个企业的框架图哈 那么我们的董事长是贾母和贾珍 董事长秘书渊阳总裁王夫人刑夫人 执行总裁王熙凤徐宝钗 部门经理贾炭春 李丸 贾莲 贾荣 宁春 西春 妙玉班组长 席人 秦文 金串 湘云 平儿 子娟 婴儿 小红 赵姨娘 林志孝家 最后两个人大家猜猜是谁呀 艺术总监贾宝玉 林黛玉 那么在第二章里我们要讲一下 红楼人力资源的精神象征 红楼人力资源的精神象征是谁呢 就是这么两个人 一个贾宝玉 一个林黛玉 那么呢 就是这个贾母呢 他这个是贾府的这个企业的一把手 他是深爱如何用人的一个高手 那么呢 他就是把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一要务 是要培养未来的接班人 这个培养未来接班人的重任就放到了贾宝玉的身上 那么贾元春就是那个进到宫里的那个贵妃 是宝玉的亲姐姐 姓亲大官员一回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贾氏对宝玉的重视程度 所有的牌匾由宝玉拟成 那么贾飞作为贾府在中央的靠山 她是相当地喜爱宝玉的 贾飞呢 就是十分欣慰地就面对宝玉就说 果尽意了 这句夸赞说明得到了上国的承认 那么除了财学呢 还要请一位贤妻良母来辅佐宝玉 对于这件事情 贾母可是绞尽了脑汁 那她呢 本来是非常喜欢待遇的 但是后来为了这个接班人的事情 她还是选择了宝钗 那么做出了取舍 多少人看完宝败的爱情而泪流连连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回薛宝钗在这个吟诗哈当中朗诵了一句话 赤飘飘来去无谦卦 首次启蒙了宝玉的佛家禅机 贾宝玉的爱情开悟了 她忽然见到了爱情的真相 爱情基本上是爱恨情仇恩恩怨怨 因此她也无法接班 她人生的必然最终是顿入佛门 作为一种宿命而终结 那么呢 那么我们讲的第二个就是精神象征哈 文化象征呢 是这个讲的是林黛玉 那么大家都非常喜欢林黛玉哈 这个首先呢林黛玉是非常美貌的 曹雨琴在这里呢成功的塑造了这个宝玉的这个黛玉的这个形象 清秀灵幻仙草修成的女体 也是又美丽又仙气吧 但是正是她的美造就了孤僻的性格和孤独的生活状态 她婚姻的失败也在于不懂与人相处 不会处事也就无法管理好群体 而贾府需要的儿媳是一个能帮助保育料理贾府大事的管理者 而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女人 不善于与人相处其实并不快 更不能在群体中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 管理好一支高效团队 天言之美却妒忌所有人 这些在《红楼梦》第34回当中都有记载 然后再就是她的才华 才华过人 黛玉是人间有益 天上无双的才女 学霸一美 她身上具备了中国古人的特质 傲骨 比如海棠诗中说 娇羞默默同谁素 倦以西风夜以昆等等 但是呢 她又美貌又有才华 却非常的尖酸刻薄 第七回的时候 薛姨妈来给姑娘们送花 12句 其实给了她两支 留到最后给的 她却冷笑道 我就知道别人不贴胜的 不会给我 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不会说话的人 这样的人 那是无法做好管理者的 那么呢 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企业或者群体当中 美貌和才华与成功是不成正比的 在精神领域她是成功的 而在生活当中 她将一张好牌打得十分悲惨 但是有一点 大家说 黛玉的泪滋润了贾富 黛玉走了 贾富就衰败了 也许有一点点道理 如果贾宝玉也是一样 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里面 如果在企业和机构里面 他们的工作性质只能定义为艺术总监 因为他们不具备实际的操作能力 除了千古绝唱的宝代之爱 这两个红楼中的大台主演 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象征 以出家和死亡而告终 这是曹雪芹的完美追求 也是红楼的必然结局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二章 就是红楼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章里呢 这一章里呢 我们会讲到一个小姐和六个丫头 那么这个小姐呢 大家都知道叫贾探春三姑娘 就是探春改革 锐意创新 那么红楼的四春呢 探春呢 无论是在建设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筹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她的聪明智慧赢得王府的信任 然后在西凤患病 王夫人又忙的时候 就是那个把这个管理大官员的重任 就先交给了探春 这样中国历史上一个经典的管理案例就此出炉 探春理事首先是要树立微信 如何在众人面前树立微信呢 就是公平公正 那么有一个有一回哈 有一个例子 赵姨娘就是她的亲妈妈 就是这个兄弟死了 也就是她舅舅啊 完了有一个管事 无心灯的媳妇来回 准备看探春的笑话 但是探春却没有思考的方程 她呢 等李丸行表态 表态完之后就说 那我问你们 过去都是怎么处理的啊 然后呢 吴亦灯家那媳妇说 我都忘了 忘了那个 然后说那我回去查账去 然后确实忌不住了 探春说 那你这么有经验还来问我 然后这无心灯家就满面葱红 就转身离去了 这一顿的指责精彩至极 不仅是探春的威严发挥的淋漓尽致 也让下属们领略到了探春的精细能干之处 从此死不敢小吃 面对刁难的下属 快刀掌外马迅速的进入状态 弄清形势 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必备的素质 那么他树立威线之后呢 就开始做这个岗位承包责任制 那么他这个探春呢 他是非常精细的 他在改革之初就提议 把买办的月银读掉 避免浪费 然后又开始承包园子 显示了进行改革的决心 他的几句话一出口 然后保差呢 就笑道 善在三年之内 无稽仅矣 但是最终呢 探春呢 还是悲伤的远嫁了 他成为一个核心的牺牲品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意思的话 说我们这样的大家族 外人是很难杀绝的 都是自己变了自己 以创新谋发展 以公正求为信 以改革的得敬重 以细节情节节约 探春的改革之道 及内部的稳定之间 值得我们现在 现代的领导者 谢谢 刚才讲了一个小姐 现在来讲 两个命运比较好的丫头 命运为什么好呢 是因为 她们在职场上 有她们鲜明的优点和特色 第一个人 习人 习人算得上是一个职场精英 习人的特点就是能够抓住机遇 但是机遇向来是给有准备的人 习人就特别懂得说 我要利用这个进入富贵乡的机会 他是不是干活 先得到贾母信任 然后成功接近宝玉 并以自己的温柔敦厚 赢得喜爱 习人抓住了最重要的机会 成为和宝玉同龄景患之情的第一人 就是第一妾吧 实质上的妾 她洞悉了宝玉的秘密 同时也赢得了宝玉的信任 面对丫头们都相当警惕的 王夫人 那么习人呢 还是有一番办法 来劝诫王夫人 说让宝玉搬出去 然后呢 省得被那些丫头们带坏 王夫人就给了习人 把这一两的银子每月给增压到二两 相当于公开表明了这个习人 他这个姨娘或者叫这个妾的身份 那么呢 习人并没有高枕无忧 当他的老娘他这个说要赎他的水花 他断然拒绝 那么他借宝玉来访的机会 更加抓住机会 他表现了与宝玉超不寻常的亲密关系 家人也再没有熟练了 然后他又借此机会向宝玉提出条件 终于达到了基本的目的 您说他有心机吧 心机 那么我认为主要是 如果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 主要是他能够抓住机会 抓住最重要的机会 那他最终呢 还是嫁给了蒋玉涵 这个还不错 蒋玉涵是谁呢 是宝玉互赠过信物的亲密男友 后来此信物又被习人带回蒋玉涵的手里 因为习人跟蒋玉涵结婚了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用90后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跪圈太乱 那么做好充分的准备 抓住最重要的机会和每一个机会 这是成为一个成功者的必备的条件 我们讲的第二个比较好命的丫头 那就是一个叫小红的 是这个王熙凤身边的 那么红楼梦里的女孩子呢 大多数结局悲惨 但是有一个叫林小红的女孩子却不同 她呢 是宝玉二十几个伺候宝玉的丫头当中 离得最远的一个 但是终于有一天有一个机会 那么她呢 去给宝玉倒查 她近距离的见到宝玉 那么她怦然心动 宝玉呢 也是争骂了 对每个女孩子都很深情的眼睛 然后你们骂我不配电击宝玉吧 我偏要试试 小红丝毫不气馁 但是呢 她挺聪明 她还这边追着宝玉 那边还找了一垫背的 然后院里遇到了一个帅哥叫贾云 然后呢 做娇羞少女状 惹得贾云魂飞魄散 有意不意的又丢下了手帕 让贾云呢 就捡了去 在等待十几年 这个贾云呢 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在舅舅 向舅舅没讨的银子之后呢 遇到了一个罪鬼 挺仗义 叫尼二 给了她几两银子 于是她购置好舍箱和冰片 就送给了王熙凤送礼啊 然后从此谋到管理大片园子的权利 那么从此呢 她就不担心哈 没有银子可用了 后来呢 小朋友攀上了凤姐 因为她口才绝佳 办事利索 那凤姐非常喜欢这样的人 那么她就调到了红楼权利的核心 并且能够经常的见到贾云 于是她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战略 她知道宝玉终究不是自己的菜 当她清晰的意识到这点之后呢 便启用了备牌靠近英俊贾云 在贾云故意将手帕托人还给小红之时 那么贾云要求要重谢哈 于是爱情拉开了大幕 但是他们最后几经周折 历尽千辛万苦 最后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不可强求 小红聪明又智慧 并及时的战略调整 使得她爱情事业双双丰收 这就是企业家为什么要先懂战略 制定战略 调整战略 评估战略 才能步步为盈 成为最后的赢家 说完这两个好命的丫头 然后再说一下有一个也很重要的丫头 叫鸳鸯 这个鸳鸯的特点呢 就是专一 叫正合资源鸳鸯专一 那么鸳鸯呢 作为红楼企业 贾母的基要秘书 地位有目共睹 46回里 伺候贾母的鸳鸯呢 有一个去给贾舍当姨娘的机会 但是她却以死相拼 推掉了这段美好的因缘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是生命不息 跳槽不止的鸳鸯的反常 让我们深思 首先是因为感情 因为她在大观园 有家的感觉 从小生长在这里 况且呢 跟贾母身边的人 经常往来 跟 也就是说 跟贾府的高层往来密切 是贾府内唯一有前瞻性思维的丫鬟 那么她自己也要评估一下呀 第一是因为感情 第二是工资水平 到贾舍那里呢 收入好像表面上有一两边二两 实际上是名声暗降 因为在贾母那里 她的收入和骨贴 完全不低于这个 所以这也没有多大的诱惑力 那么我们想啊 作为我们现代人 你在跳槽之前 要像鸳鸯学习一下 要考虑到公司的软实力和发展前景 就是说你要看到公司的发展潜力和老板的影响力 并且努力的加以珍惜 这个第三个呢 她又评估了一下工作环境 那么她在贾府呢 整合资源管理财务又会针线 她帮贾母呢 也能营造一种向上工作的一种氛围 她能 她不能被重用 她又有自己施展的空间 所以 她决定 不离不弃 那么 鸳鸯是一把手身边的人 因此呢 我们的现代人 应该努力的争取机会到领导的身边 因为你能够向领导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和经验 领导也会了解你 重用你 这就是当秘书为何基本都能够提拔的原因 那么呢 最后呢 她一想 分析来分析去说 这到了贾舍那里 这贾舍又 老色鬼 品行又不端 娶她主要是为了 跟她老婆联合 垫着贾母的银子 通过她 她一想 我才不去 贾母知道了贾舍的这个想法也非常愤怒 我们看一下鸳鸯最著名的句诀 是多么的诀 就说 莫说是宝玉 宝金 金银宝皇帝 横树不架就是了 就是老太太逼着我 我一刀磨死了 也断不能从命 烈而刚硬 充完血腥 后来贾母去世 她便自意身亡 随之而去 看看 专一到了何种的程度 那么我们反过头来说这个贾舍吧 贾舍也是他们家的那个大爷这个人物 然后呢 他挖不走这个人才呢 然后说明也是他的失败 那么呢 我们可能企业里会给很多的这个有才华的人进行培训培养 可能你培养了很久 死人又流入了他家 这个都是屡见不鲜的 那么我们作为我们对于我们这些 我们作为一个有胸怀的企业家来说呢 就是不能像假设那样说 人家不跟你 你就要复仇 就是在一个大家族企业里 要维系感情 那么他们都是企业财富 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将来还有合作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选择返回公司的 其实这样的例子我都经历过 下面讲一个 就另外一个丫头啊 悲惨的丫头 叫心比偏高 情文错位 那情文是怎么错位的呢 那么首先 可能跟黛玉有点相似 美貌 她是公认的最俏丽的丫头 贾母都认为她生的标志 推荐给自己孙子 赐负她孙子 但这个决定却害了情文 因为王夫人只喜欢碰丫头 这都是美貌 这都是美貌 惹的祸 那么呢 在冯罗梦所续的金梁十二拆 附册的博册中 情文畏居首页 看看她的叛词啊 心比天高 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 招人愿 写尽了她 活命红颜的悲剧人生 除了美貌 又个性尖锐 她呢 不屈服于这个时代 不符合任何人 从不阿谀奉承 甚至就可以说 她就任宝玉一个人 眼里没有任何其他人 另外一点任性 口尖舌利 任情任性 那么呢 不给人家留情面 也就是说呢 不太懂韬光养晦 这个道理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 刚才我们部长也说过了 情文私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红楼当中的情节 就是那个 宝玉呢 责怪 情人的时候呢 就被情文伶牙历史 反击得无言以为 因为宝玉 呆呵呵的 也不太会讲话 肯定说不过了 然后呢 情文就开始 私善 好几个特别漂亮的 算了 都给 都给私罪了 那么呢 就是呢 虽然看上去很有个性 但是呢 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好运 就是他 就是这个 我们在职场上 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情文的悲剧就在于 他没把自己当成丫头 历言历语 行为嚣张 虽然彰显了个性 但是顾虚心的人 是很难获得长远发展的 要知道 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没有个性 只有共性 还有情文的韧性 虽然宝玉呢 当时不说什么 但久而久之 也可能就失去了耐性 然后再说一个挺悲剧的丫头 叫清福野心 金串跳进 金串这个人非常简单 那么如果说 秦文 说实话还有点冤枉 那么这个金串呢 在他的这个一级领导 王夫人面前 他毫无顾忌的暴露了自己的野心 所以最后也是被驱逐 最后没办法挑紧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是如何挑逗宝玉的 那么他挑逗宝玉说 我在嘴上才插的 插的相近胭脂 你这回事吃不吃了 彩云就一把推他了 然后呢 王夫人又听见宝玉挑逗金串 喂吃香血 润金丹 那么心中就不满 但金串也没有拒绝 特别是当听到这个宝玉说 宝玉吧 我看就是一时兴起的人 然后他就是说 讨这个丫头到他身边 然后金串没有拒绝 金串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这句话蕴含着浓郁的挑逗和承诺 最后金串说 我还告诉你啊 东院里你去哪 黄哥和采元去 那里也没发生什么好事 正经事 由此金串终于打破了 王夫人的容忍底线 那金串的死呢 那么呢 我想啊 基本上是怪自己 无论这个社会背景的如何 人们对下属的要求和评价的标准是一致的 就是放到今天 哪个做领导的 说容忍你自个儿家保姆 勾引自个儿家孩子 儿子 并叫做他去捉奸 所以他的命运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那么呢 我们看到金串 因为他实际上不称职这个贴纸的命述 工作中也没有出众的表现 那么呢 野心又很大 还想攀高筋 还要掉到宝玉身边 就难怪老板不满 金串的悲惨结局 正如一个名人的一句流行语 女人如果不性感 就要感性 如果没有感性 就要理性 如果没有理性 就要有自知之明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 就只有不性 员工不可有野心 除非记忆高超 而你野心的实现 是要有足够的能力去承载的 否则必将失败 那么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丫头 最后一个丫头呢 是一个老丫头 叫赖嬷嬷 这个赖嬷嬷呢 叫背靠大树 创业成功 这是贾福里创业最成功的一个老丫头 就是她是具有一定的 应该是说心机的 她不仅赢得了尊厚的财富积累 更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孙子当上了支县 平步青云 那她是什么来头呢 首先来头大 赖嬷嬷是贾母嫁到贾府的陪房 陪房就是跟着小姐亲密无间的人 可以想见当年的贾母一生的心机谋略 都在赖嬷嬷的陪伴下完成了 而贾母由一名贵家千金 能够成长为今日的当家主母 赖嬷嬷是有相当功劳了 那么如此一来呢 可以说赖嬷嬷参与了贾母的奋斗史 当然也就学到了很多创业和心业之道 但是呢 他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地位 正因为如此才能获得长久的认同和尊敬 他在葫萄嬷出场很少了 就是他白酒席庆祝他孙子当朱县 他还不断地说 若不是主子们的恩典 我们这喜从何而来 他对他的孙子也这样说 念念的不忘主子的恩典 那么赖嬷嬷的知人感恩 知晓身份 从不余句等等 可以称为值得称颂的美德 那我们无论多么成功的企业家 大小 厅长 局长 科长 必然有和自己自己同舟共济 帮助和支持过自己的人 那么自己再成功也不能忘记老领导和自己的下属 而作为创业成功的对象 就是摆正自己的心态 明白地位上的差距是存在的 倘若因为你的不当而影响领导地位和形象 那就算是有过多么深厚的情意 也只能是过眼烟云了 那么我再讲第四章 薪酬管理 奖承机制 那么贾府呢 作为一个老资格的企业 薪酬管理等级非常分明 奖承也是很有度的 首先呢 这个第一级人物 就是这个贾母 我们来看一下贾母 贾母呢 他高高在上待遇不必说 收入肯定不是说以工资来计算的 那么现在大家族企业的董事长 具体收入是没有什么报备的 因为差不多都是他的钱 那么在贾府衰败的时候 贾母还能拿出来两万银子 那和他的积累有关 也呢 是他的这个分红吧 他的分红应该是最多的 但最后呢 贾母还是把自己的盈利 又重新放回到了下一代身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级 夫人 王夫人 刑夫人 李丸 凤姐 总经理级别的人物 每月二十两银子 拘留了 说二十两银子相当于装家人 一年的用度了 折成现在的工资好几万年 然后吃穿福利报销 怎么说也是个大金领吧 那么再来看一下小姐公子 像宝玉带玉看春呢 每月二两银子 听起来不多 但是呢 管吃管祝福 什么都报销 那么还有这个丫头们 也是不错的 贾母身边那个丫头呢 差不多拿一两银子 那么宝玉身边呢 也得拿五百一吊 贾府的待遇相当的好了 像这些待遇呢 连丫头们的待遇 基本上都快赶上外企了 在这个说到这个奖励哈 他们的奖励呢 非常的多 就是王夫人呢 在那个丫头金串不是死后吗 凤姐建议 说这一两银子给金串解去 相当于补偿 也算是一种 凤姐的一种奖励机制吧 那么呢 就是 凤姐说 要是我们大家都指望着贪便宜 贾府呢 肯定会很快倒闭 凤姐的威严 形势有理有度 对于贾府的财政管理 还是比较有成效 可以说 凤姐为贾府操劳了一生 就是包括他们对于习人哈 王夫人刚才说过了 一两银二两 然后 明确了习人的更高的地位 那么还要经常给他送两碗菜 这都是奖励 小姐公子们呢 比如说 宝玉给黛玉那个送个茶叶 然后呢 送茶的丫鬟 就得了两把钱 还有保育生病 凡是伺候他的 都拿了加班费 像那个级别高一点的习人呢 他还有奖励别人的权利 在贾府 只有王熙凤 非常的会赚钱 他收租 放高利贷等等手段 但是呢 也满足不了这贾府 这么大的开销 值得赞誉的是 王熙凤也是惩罚分领的 比如 著名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经典案例 那叫一个狠 有个丫鬟睡迷了 迟到 王总说 打二十大板 再有半的 就四十大板 再有就六十大板 有点像鞭形哈 如此 就再也没有人迟到了 说明 一个企业 如果没有铁的纪律 你难以取胜 下面讲最后一章哈 由人力资源转向人力资本 那么人力资本呢 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生活或者发展 无论如何 何种的人力资源都是要通过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来形成的 先时期下 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企业的人力资本甚至成为其融资吸引客户的主要途径 所以才变为人力资本 在《红楼梦》中有三个人物可以称为人力资本 贾母 黄西凤 薛宝钗 构成了核心领导层 其实一个企业啊 不管多大多小 三到五个核心人物足以 先讲 贾母 红楼第一人力资本 那么在二十九回当中呢 有一个片段 相扶人扶身还倒是一 看看我们贾母大家族出动的排场 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 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 人马促促 最后贾母出来的时候是乘得八人大叫 贾母这大叫都走了老远了 这门前的出还没有走完 好一派大家族的奢华气势 精明的贾母不可能不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啊 恐怕全城上下已经无人不知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招式众人 谁才是贾父真正的领头人 当然 人家贾母呢 混到今日的地步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多少年的积累沉淀 成就了今日的他 就如同现代大企业的领导人一样 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奋斗 才能修成正果 那么贾母除了表明他的精神领袖的地位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他和他身后的修养和知识的积淀有关系 这里就无法表更多了哈 就是通过一批青纱软烟螺 就让贾母如属家真 未见其物 辨知其名 说得头头是道 令人非常的叹服其卓越的见识和丰富的阅力 在完全树立自己的精神领袖之后呢 他通过控制王熙凤 王熙凤进行管理 培养贾宝玉 并取宝钗当家 充分显示了其功底身后 水道渠成 看似不干活 不是无为 一笑而过 实际上 胸有成足 无为而大志 他以一生的修炼 成为红楼最大的控股股东 资产最雄厚的人力资本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二 红楼第二人力资本 王熙凤 如果说 协理民国府见证了王熙凤超强的执行力 那么红楼的财政大权 投融资等 更显示出天然的超群的商业能力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重点结构 配置 能力开发 团队建设 绩效管理 就是化矿定则 分配给每个人任务和岗位 才能充分发挥能力长处 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团队 凤姐是很会用人的 他不只是要同步下人 像那些平儿 小红什么的 对他的手下的提拔帮助 都是不遗余力的 那么同时呢 他也是非常的 就是热心于慈善事业了 那么刘姥姥第一次进贾府就得了二十两银子 第二次进贾府 礼品就拉了一大叔 因为他的爱心和积德行善 才使他最后遭到厄运的时候 被刘姥姥说 打救 救了他的女儿巧儿 在大多数人的评价里面 王熙凤是一个几乎反面的人物 但在我的解读中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管理英才 善的一面 大多恶的一面 由二姐之死是出于女人天生的妒忌 她并没有直接杀人 现代社会同样如此 千万不要无故招惹女人 女人的感性足以摧毁一切 说到底 起因还是家里人 这里我们有对男性不尊敬的意思 这个起因还是源于封建制度 源于这个男性这个家里 他这个老公整天什么都不干 沾花惹草 弄得鸡犬不鸣 那么在红楼多年的魔力呢 王熙凤成长为一个拥有一定资产的人力资本 基本属于二股 时空总经理角色 他的成功也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是红楼 终极人力资本 薛宝钗 41回中呢 就是 黛玉呢 在这个行酒令的时候 就是说了两句 古丹亭和西乡记上的话 当时是不可说的 那么宝钗呢 并没有当时节奏 而是悄悄的找到他 说这个 就劝他以后不要再说了 然后没有让他出丑 那么黛玉非常感激 说啊 我是个多心的人 还以为你心里藏肩呢 那么宝钗的宽厚之功 容人之量 还是令人叹唬 作为一位大甲维修 宝钗 教育良好 举止得体 为人大多 在待人处事上 从无偏下 这种平等待人 孕于宽厚之中的独特魅力 令人赞赏 那么如果说 王熙凤呢 是刚性管理 而宝钗呢 因可谓是 柔性管理 既是以人鬼本的管理方式的忠实的践行者 那么呢 在探存清理储币城堡源子的这个案例当中呢 薛宝钗 把自己参与管理 说成是身不由己 万般无奈 这是一种智谋 他运用 奖筹的激励功能 满足了上下 不同层次 不同层次多方面的需求 这一做法 淡化管理者与 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 宝钗 才是幕后的参谋长和功臣 因此 他是一个难得的 优秀的 领导者 宝钗 贤明人大 宽厚体贴 人品清正 为人咸雅 既能安上 也能 遇下 他将中庸和谐理论 运用的炉火纯青 成为未来宝二奶奶的最终的选 那么有的读者说 宝钗呢 起初呢 是进宫要做贵妃的 但是没有选上 才考虑宝玉了 他并不爱宝玉 他只是为了贾府的权贵 其实 其实他嫁给宝玉的时候 贾府已经衰落了 那么嫁给权贵也未尝不可 所以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每个人的方式 爱情 在权力和金钱面前 是多么的苍白 宝钗 以自己的能力 成为红楼最后的贵族 最后的人力资本 也继承了红楼所有的资产 只是他嫁给贾府时 已经人去如空了 只有东山再提 再创业了 但贾 赞薛贾 家底因时 拥有当负和金融机构 也许呢 也会 再度的兴旺 那么呢 最后呢 就是 关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 或者是人力资源管理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小节吧 其实呢 我们大家所言的中庸与和谐呢 是早年一个叫燕子的古人提出的和谐理论 我认为 我认为不应该称为中庸 应该称为和谐 事实证明呢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或者是机构的成功 一定是中庸和谐的 趋同的 妥协的 妥协 是一种包容 是一种宽容 更是一种智慧 既然我们最终都要与这个世界和解 为何还要偏走坎坎坷坷之路 不如就此看穿 看穿 放线 成功的领导者 都是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自己与个体和世界的关系 大学有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有社会学 专业 这些呢 都是研究处理关系的学问 只要你与所有的人都能和睦相处 还能得体做事 就能事事成功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说 贾母是红楼人力资本的领袖 那么 黄熙凤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而薛宝钗 便是一个领导者 这三者 由人力资本 成就了红楼企业的权利和金融资本 因此 企业或机构最大的人力资源 就是人力资本 由人力资本去设立战略和执行制度 才能管好人 而不是简单的 而不是简单的人管人 所以 人力资本就是企业的核心资本 也是企业的最大财富 最后呢 那么我跟大家呢 做一个关于红楼的最后的一个分享 就是叫开悟和物 这个分享 《红楼梦》通篇而言 贾宝玉是整个红楼的核心人物 全书是以宝玉为代表 展现了个体和群体的喜怒哀乐 惊心动魄 波乱壮阔的人生化学 这些均用物了来概括 物料来概括人生的进程 宝玉最初也是天真快乐 女的也爱 男的也爱 姑且作为她爱所有人的大爱 她热爱一切的美 后来王熙凤生日那天 她就充满自责的到一口井旁边去调念金串 证明了她 她的成熟意态度 那么呢 还有一回她见到一对亲密的人相爱 她叫那个女孩女孩不理她 她深感自己的孤独与无助 原来并非所有的人都爱她 都会为她死后而泪流符合 个人有个人的爱 这是她又一次进一步的开悟 如此 佛门已在中途不远 而听说林妹妹要回阳州的时候 竟疯疯癫癫 后来呢 嘴里念起了阿弥陀 最后再经历了家道 败我和无数的死亡 直到她到泰西幻境走了一遭之后 见到了另一个世界 于是她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了佛门 尽管满指荒唐眼 大把心酸泪 错把他乡当不乡 却原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是开悟的境界 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必须懂得如何的入世 而不是出世 在误了之后 还能在入世的现实当中 在遇到苦难和贪扫之时 得以超越 也请记住一句话 面对她 接受她 解决她 放下她 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感谢孙会长的精彩演讲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了尾声 那潘博士 我们现在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好吗 因为现场我看很多人在留言 无论是我们腾讯会议 还是我们的自动会场 包括我们视频号直播 还有YouTube 都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上百人 几百人 每一个号都是 我看有一个将近三百人了 好多朋友 那我们这样 想交流的朋友在聊天区留言 或者是打开 举手示意 打开您的音频 可以吗 当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好这边呢已经有人提出了很多问题了 我们看有没有想要录出视频来跟大家交流的朋友 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挑一些问图读给大家听 然后请和嘉宾们回答 当然我们今天现场还有好多嘉宾 然后审部长也都一直在听 感谢大家的出席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向我们嘉宾发问 我看有留言说 曲教授的致辞非常精彩 谢谢您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吧 我们的文档会分享 我们接下来会把会议的链接 重新在讲理之后还会给大家分享的 如果没有及时收看的朋友不要着急 那有人说 大多数人认为可能红楼梦 更多关注的是一个贾宝玉和林丹玉的爱情故事 那今天的孙会长给我们 从另一个层面 从管理的层面解读了一个不一样的红楼梦 想问一下孙会长 谈一下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因为写这本书的初衷 刚才跟沈颖部长说的一样 我小时候没什么书看 然后我就背着本红楼梦就反复干 然后这是我文学创作的基础 那么通过阅读我写了13本书 成为一个作家 那么呢 后来呢 我又去经营企业 那么实际上呢 是我把我前半生 对于文学和对于企业的管理 那么他的感悟融合在了我的前半生 那么他最初呢 是源于我的管理 我的一篇管理学的博士论文五万次 后来呢 演变成了在这个北京电视台 2007年李绍鹏指导的新剧 《红楼梦》电视剧的那个选秀当中 我做了演讲分享 那么他们要找一个 总文学的搞管理的人 就把我给递去了 然后我就把我讲的累得够呛 然后那个时候是有八奖呢 然后后来再复来 我就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个 尼秋宇老师那个团队 就出版了这本书 这本书 后来这本书的名字叫 《红楼管理密码》 那么呢 就成了一本二十万字的书 大概就是这样吧 好的 感谢孙会长 我们看到我们视频后那边已经六百多人了 那我们来看看腾讯会议这边的问题 有人问说 贾府管理环节中保育算什么角色呢 请问如果您觉得贾府的破产究竟是哪个管理层面或者员工的问题 这很具体 看来这也是个红楼迷 其实贾府 就是贾宝玉呢 刚才我专门在最后讲了贾宝玉 讲了贾宝玉的开悟 贾宝玉不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人 他在《红楼梦》里我认为他就是一种精神象征 那么呢就是说红楼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呢 主要是应该是出在 我认为是出在这个文化的管理上 就是还是内部的这个文化管理不到位 那么涉及到一些具体的 那么当时的社会 封建社会嘛 就是有很多弊端了 比如说他们家的贵妃死了 然后打仗失败了 又去和亲 又去什么 这种种的原因 还有小人 贾宇村在那个地儿不起好作用 就这个官很坏啊 最后的命运也不太好 那么这是一些具体的原因 其实呢 我觉得他也暗示了我们这个封建社会 必然又要走向衰败 我非常赞同沈永部长说的 说这个关于《红楼梦》之后妇女解放的问题 如果不是妇女解放 我们这些人能来做企业吗 能来写书吗 是吧 好 同感同感 谢谢孙会长 没错 这个说到这个人 做人 这个贾宇村这个人 人品有问题 最终你看他在整个书的角色不是很好 我正好借着寒假 又看了第七遍 我非常喜欢《红楼梦》 看了七遍 然后对这个人物的结局 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人品 最终的结局也不是非常的好 好 我们看有人举手 潘博士 我们把他的那个信号打开 好 欢迎您 借余 我那个声音吗 可以了 我非常感谢能够听到那个孙小老师的 那个关于《红楼梦》 用人力资源的视角来解读《红楼梦》的这个想做 然后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想说一下我的几点 就是个人的想法 就是我在听到就是老师 关于这个秦文和黛玉的这个讲解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联系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在个性上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都是非常一种自我的那种人 然后秦文的话 他是本来是最开始就非常好的优势 他是夹木赏赐给宝玉的 而且他夹木也明确表示过就是将来可能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得 所以说他其实最开始也是宝玉的一样的候选人之一 但是他后来就是因为自作性的原因 然后所以说得罪了那个婆子呀 还有就是王夫人呀之类的后来王夫人就把他就是称为病息师 然后就连出去了 然后最后做的一个病死的一个悲惨的结局 然后黛玉的话 但是好像我们在看到就是前期他也是和秦文是非常像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中间有个转变的过程 就是他在前期刚进去甲府的时候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懂得察言观色的一个人 就是他当时才六岁 但是他当时就已经懂得去怎么去看就是甲府那些不同于他们家本身的礼仪 我觉得他是本身是非常聪明的 但是他后来之所以会变成那种非常自我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原因 可能是因为甲母太宠他了 然后在前八十回真的是非常宠他 然后所以说他可能有一点小骄傲 但是他有一点就是自己因为是孤儿 然后所以说他可能有那种心理的这种影响 然后他就变得有一点就是这种个性化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42回之后 因为宝差因为对他这种满眼姐一屁 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在个性上面又表能比较 表现得比较开放了起来 然后他后面也比较那种活泼的 而且喜爱热闹 因为他后来就是在重启桃花社的时候 大家还推行了他当社长 而且那个王熙凤也曾经评价他 就是把那个甲府的那些后下一代 然后他都评价一遍 然后说说那些什么二丫头不行 然后四丫头又还小 那个甲环就像个小病猫子一样 然后但是戴玉和宝差那两个倒还好 可惜又不是咱们这里的 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其实他后面已经转变和进步 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可能但是转变的有点太晚了 所以说他其实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 所以是有一点晚熟的一个人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可惜可叹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觉得也是留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 然后总是非常非常感谢孙小老师的讲解 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我想问一下老师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这个我的这个想法 就是可能我想法有点不成熟 然后可能是我听到孙小老师的想法之后 我又自己把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整理了一下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 孙小老师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我认为你理解的大部分我是赞同的 就是其实这两个人有相似之处 都是心底天高那活的 那么呢秦文呢实际上地位是很高的 就是贾母是要把他取给宝玉做第一切的 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说你的任性就是你不能跟领导整天任性 你要知道你的领导你跟领导是有距离感的 那么另外呢带玉呢 其实带玉呢实际上才华很异 那么同时呢他从林家来的时候 因为他家人都去世了嘛 林家是很富裕的 所以林带玉整体来说是很优越的 有一些网友还问说这个那带玉带来的银子 是不是都让谁给挥霍了卷走了 因为林如海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做生意的 所以呢就是说他各方面都很优越 但是呢他唯一的就是说因为他被寄居在贾府 是没有父母了他非常孤独啊 那么其实我认为他最致命的是他的心思 一门心思的就在那个贾宝玉身上 他完全是忠贞不二的 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会遭人一些妒忌吧 包括就是其他的一些围在他身边的人 就是说我呢是如果从爱情的和婚姻的角度 那么我想这个宝袋之间整天爱来爱去的 早点说呀不说 谁也不说最多握了握手 是不是您要真喜欢他您就说过呗 最后呢导致人家开始做出 其实很多人在中间没起什么好作用 所以要去请示假杯定这个大事 结果就定到了薛宝钗 其实薛宝钗也不愿意 但是这叫封建社会叫奉子成婚 必须得这样做 否则杀仆 谢谢孙会长 我们看这段距离很多很多留言 还有人说在印尼一个偏远的小岛上 也可以学习通过网络 让他感到很安慰 然后呢觉得非常感谢我们的讲座 还有好多人想申请加入我们这个学会 然后我们已经在上流了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联系我们的这个相关人员电话都有 我看审部长也在呢 好那我们把审部长再请上来跟我们再聊一聊 您听了孙会长的讲座有什么感受吗 好吗 我觉得孙会长讲的真精彩 孙小会长你好 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审部长我都不敢讲 放到我们的台面上来 来工作人员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真的是班门弄斧 而且确实虽然很喜欢红楼梦 不过研究呢远远没有您研究的那么透彻 不过其实我 我很想说呢就是这个关于 其实您对于这个红楼梦里面的那种管理学呢 我也觉得很有共鸣 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在看红楼梦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感兴趣的其实就是研究啊 这个大官员里面 他的一种系统 你看每一个小姐 他都有一个运落 他都配这个丫鬟 我又对他们的这个平时啊 小姐们的丫鬟们的这个吃穿用度 我也非常感兴趣 谁领多少银子 我也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里面 他就是蕴含的一种啊 这种大家族或者是大机构 他的一种管理的一种思维 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 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 我我其实对于这个 像林黛玉式的 秦文式的人物呢 我就我觉得开始有一些转变 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会非常非常的同情他们 我会希望他们能够争取到 他们所想要争取的 可是如果我是他们的上司 我会很头痛 你说是不是孙会长 我看到你说这个林黛玉没有团队意识啊 绝对是没有团队意识 他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呢 他们都有过人的聪明 可是他们最终啊 他们是跟体制是抗争的 他们没有一种思想 就是说呢 我忍受一下 我有一天呢 我有了这个能力 我来改变这个体制 他没有那种忍辱负重 所以一个人和一个庞大的体制之间的这种矛盾啊 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思想的话 这种很清高 很孤傲的思想的话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从小的时候呢 就对这些人物的一种同情 作为朋友的一种同情 现在转变成一种 就是也对 有一种无奈 有一种无奈 我在想就是 如果说在团队里面有的时候碰到有这种情文类型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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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类型 尤其因为如果是女性的话 我会格外的同情他们 可是我想真的是需要 真的是要好好的开导他们 希望他们不要这个 这个这个引来无端端的痛苦 我就说这些 谢谢 谢谢沈部长 看来我们可能有这个 相似的这些解读和理解 谢谢 嗯 的确是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女性嘛 他有林黛玉情节 然后有一些人呢 的确是他有情文的个性 他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 那有的人他就是不合群 所以刚才你看在我们那个腾讯会议这边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哈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嗯 再跟孙会长来反馈一下哈 嗯 他说假设哈 嗯 把保育列为了未来的核心力量进行培养 但是嗯 书中 席人保差劝他走上经济 试图为果 只醉心于女儿 织粉 那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当中 如果遇到领导很看重这个人 但是他本人并不想从事管理接手公司的人 那人力资源部门应该怎么做 是小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劝他接受培训 还是换一个培养目标呢 嗯 孙会长您怎么看呢 嗯 要是我看哈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富二代哈 那么贾宝玉不是富二代呢 就说他想不想念书 他想做什么 你们知道贾宝玉会什么呢 贾宝玉有一个绝活 他会做胭脂啊 他他可以开一个胭脂的店呢 他可以去去生产这个产品 去销售给那些女孩子的 那也是可以的 可是他家里就逼着读书 读书干嘛当官啊 然后或者是说挣钱去 那么我认为啊 就是说呃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员工 或者我们的家人 或者我们的后代 那么呢 我们要尊重他们的选择 啊 就说他们怎么样选择都有他的道理 啊 你呃 你不能强迫他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看见宝 宝二爷没有出家了吧 我不跟你玩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其实包括我们家也是 我侄子也是 去当了一个人民教师 本来是呃 呃 央企的呃 一个管理层的一个人物 那我就尊重他的选择 他喜欢什么 就让他他才能发挥他自己的个性 他才能做做出成绩来 那对我们的员工也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高管 离开公司了 我跟他吃了一顿饭 喝了一顿咖啡 我说 呃 如果你想回来 随时都可以回来 过了半年之后 创业不成功 都回来了 回来了 现在依然对我所重用 就是这样 因为他跟我们同甘共苦过 啊 我觉得我们任何事情就是说 叫什么呢 就是说我刚才最后 讲了一个可能不是今天管理学的内容 叫开悟 悟了 悟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谢谢 好的 谢谢孙会长的精彩解答 哈 的确是 其实呢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悟来说 就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就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和你的工作 你的专业 是完全一致的 有多少人这样呢 其实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哈 上完学了这个专业以后 毕业没有干这个工作 比比皆是 所以包括就刚才这个观众朋友提的问题 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可能他本身不爱好这个 那从孙会长的角度来讲 就要顺其自然 做他所长的 他所擅长的可能会更好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问题 但时间的确是已经 有点晚了 那我们现场的嘉宾们 看看有没有 大家想要发言的 我想像夏老师 那个张会长有 对 从我们中国葡萄梦学会的角度 是的 我看张会长 研究到大咖 张会长您在吗 来我们请把张会长请上来 你好 张会长 来把您的麦打开 您的麦克没开 麦克音频 把那个小叉打一下 左边 放在左边那个一个小话筒 点一下它就开了 现在可以了吧 OK 现在 好 这个听了一下午呢 很有感受 说了不少 这个不光是部长的支持 还是孙会长的讲解 都令我这个 很受启发 很受启发 这个我想起了 这个时候想起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 开谈不守红楼梦 杜丁斯事物也枉然 第二句话 说不尽的红楼梦 这个 确实实 红楼梦为什么 那么有魅力 为什么它是说不尽 这本身呢 就值得博士 去写个博士论文 去阐述一下红楼梦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包括今天那个 孙会长讲到的 管理这些东西 这个对我来讲 很受启发 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不懂这些事情 但是呢 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讲 读红楼梦 他也会得到一些感悟 得到一些启发 所以红楼梦就是这样 这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 红楼梦 似乎 已经突破了 一个 一般的文化存在 确切实实呢 它呢 给人们的经日上 所带来的 很多很多的 企业 是不可限量的 因此呢 多读以 变红楼梦 确切实实 可以丰富 我们的人生 可以提高 我们的审美情趣 也可以开阔 我们的人生经济 因此呢 非常 这个感谢 孙会长的精彩的 演讲 也感谢新加坡的 朋友们 可以 我们带来这么多 令我们很 很值得 骄傲的一些 文化精神 大成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您 那 我们 我们时间 的确实 向老师 我这个 回复一下 那个张会长 那么这次呢 我们特地 请来了 我们中国 红楼梦协会的 会长 张老师 那么 中国是一个 14亿人口的 大国 那么 他这个会长 应该肯定是 就 No.1 那么我们 实际上呢 咱们暂时 设立了 是九奖的 红楼梦 不全是我 我那个八奖呢 我以后再讲 那就是说呢 接下来呢 我们会从 不同的角度 去戒读 红楼梦这本书 那么 我从管理学了 那么张会长 可能会从学术的角度 那么还有 其他人 比如说我们 那个德成 周德成 红楼梦协会 副会长 那么他 据说他的硕士论文 是红楼梦研究 那么 我们还有从 戏曲的角度 戏剧的角度 还有从 投资人的角度 所以呢 我非常赞同 张会长说 我们从 不同的角度 来解读 红楼梦 其实已经 超越了文学本身 那么他们丰富了 我们的人生 谢谢 非常感谢 孙会长的 精彩讲述和解答 其实呢 也让我们领略到了 这个 红楼梦中的 现代智慧 在企业 政府 社团 家庭等 各个机构中 其实都是通用的 那特别是 人力资源 如何提升 至人力资本 那今天呢 也在 周围领导 专家 学者的见证下 心中学者 解读 红楼梦系列讲座 第一讲 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once again we express our most sincere and deepest gratitude to our guest of honor SMSC man as well as President Dr. Sun and distinguished guest for your lively insightful and inspiring sharing the wisdom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indeed relevant applicable in our daily lives as well as modern enterprises and management 好 那刚才 孙会长 已经跟我们 介绍了 我们今天 是第一次讲 我们接下来 还会有第二次 第二次讲座 就由刚才 为我们回答问题的 也是我们 中国 红楼梦 协会的会长 张庆善 会长 为我们来讲解 关于高厄 与后四十回 叙述问题 我们具体 讲座的时间呢 暂时定在了 五月的 五月初的 星期天 我们接下来 还会有 九位专家 进行讲解 这九位专家的 讲座时间 也大部分都定在了 每个月的 月初的 周末的下午 那我们相信 接下来的 每位专家学者 的讲座中 我们都会有 更大的收获 这组组 这组组 我们的第一课 在《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在这些组组 学者 和读者 们组组组 组组组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从 various angles 并且 重复 进入 各种 sections 的 本 我们有 exciting 组组 的 9 读者 分享 with more wisdom from the book 我们 看 forward to fruitful sessions starting from next month 谢谢 潘博士 阅读虽然 不能改变 人生的 长度 但是呢 可以改变 人生的 宽度 和厚度 那这也是 我们今天 相距 与此的 意义 所在 那我们 期待着 在下一次 的《红楼梦》 讲座 我们再次 相会 朋友们 再见 learning from the past preparing for the future the wisdom will last see you in the next lecture 预知 后事 如何 且听 下回 分解 我想 在此 补充一句 最后 补充一句 就是呢 非常感谢 沈颖部长 他从始到终的 就是在这个 和我们一起来 分享 《红楼梦》 我非常的感动 现在已经 两个半小时以上了 那么呢 我们 我们想呢 可能在以后的 讲座当中 应该 给沈颖部长 专门一讲 我要是知道 沈颖部长 他研究的 这么深透 那第一讲 就应该 他先 开启 我其实 今天是拿 我自己 先做个试验 因为为什么呢 你当会长 你得先试验呢 万一效果不好呢 是 没错 孙会长总觉得 特别好 其实我们 今天的确是 一个试验 比如说 我这一开场吧 我们今天呢 会考虑到了 新中两国的 这个交流方便 所以把主会场 放在了Zoom上 然后腾讯会议呢 是分会场 但是因为我在中国 所以我进Zoom 就出现了信号的问题 开场就没有 给大家介绍中文 今天非常感谢 潘博士 中英双语 谢谢您临时就场 谢谢 向老师 谢谢 谢谢 那个 我要说 谢谢 宣侠会长的 这个热情的邀请 我们接下来呢 我相信 这个 金加坡的红楼梦学会 会有很多 这个精彩的活动 和讲座 那么我 对于这个 来 来跟大家 讲红楼梦 我觉得我自己 远远没有 这个资格 不过支持 我是很愿意支持的 谢谢 我觉得现在 我们观众朋友很多 让我们把所有的 朋友们 都把画面打开好吗 把视频打开 我们一起 再留一张影吧 因为我看嘉宾都在呢 这时候人比较齐 好 谢谢 拜托大家 把所有的视频打开 请 我们工作人员 把所有的视频 都放在台面上来 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好 请工作人员 采集图片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 都放上吗 工作人员 就是所有的图片 每一个参会者 都集中在一起的 很小的 那个视频的 一个镜头 像老师 就不需要每一个 我们就是嘉宾 好的 然后 如果他有了 那工作组合也可以 还有谁 很辛苦了 我们省部长 已经汇报一下 我们组织了一个 二十多人的 筹备工作组 中心 心中两国 为了这次活动 大家都很辛苦 谢谢 这个主要很幸福 在这里 祝贺大家 也希望 也希望您继续的支持我们 一定支持 然后 夏老师 你要代表 这个 和那个 张会长 代表 中国人民 邀请 沈永部长 去北京 逛大官员 好的 有机会 欢迎到 沈部长 到北京 来 我来当导览 对 欢迎沈部长 因为是第一次 在线上 举行这样的讲座 然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是来自 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 国代的同学们 所以在这儿 也特别感谢 同学们的辛苦付出 谢谢大家 也感谢我们新加坡方面的朋友们 然后为我们这次活动 感谢潘博士 各位领导 出席我们的活动 谢谢大家 这次会议 我说一下 我们的承办单位 是南洋国际俱乐部 我们南洋国际俱乐部的团队 也有很多参与和 夏老师的学生们一起配合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 那么由Zoom 转播腾讯 那么也是第一次做 那么好在没出大差 谢天谢地 是的 我们今天的同时 那个视频号直播 其实视频号上的人员 我们能看到大概600多人 但是因为信号是从 新加坡转到腾讯 又转回到YouTube 然后又转回视频号 所以那边是模糊的 有一点不太清楚 这个技术问题 可能还有等等诸多问题 我们接下来在下面的讲座 还会进行改善 然后吸取更多的经验教训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新加坡演的直播 新加坡演的直播和推流 可能这个流量比较大 新加坡演示友情出演的 非常感谢 是 谢谢大家 感谢 感谢 诸位的支持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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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再见 张会长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出席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和主持人 把这个开场白 重新补一下好吗 刚才因为信号的原因 那我现在开始了 潘博士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我现在开始 孙靖的沈部长 尊敬的沈永部长 各位学者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 由新加坡红楼梦学会主办的 心中学者解读红楼梦系列讲座 这是中华文化传承 大型主题活动的第一部分 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向丽 今天担任英文主持的是 来自新加坡的青年发明家 潘正祥博士 潘博士您好 Thank you Professor Xiang Li Distinguished Guest of Honou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s. Eman Friends and Fellow Welcome to the lecture series on the interpreting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is series i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ingapore It is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ries of the event with the theme of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Hi, I'm Dr.潘正祥 Your English MC for this session And with us, today is also my co-host Professor Xiang Li fro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hank you 潘博士 Today is the first session 洪楼梦 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是中国古典小说 创作成就的最高峰 曾有人这样赞美它的价值 开谈不说洪楼梦 纵读诗书已枉然 今天我们齐聚于此 从不同的视角 欣赏这部 中国古典名著的 丰富意运 聆听沈永部长 和各位学者的指导 特别是共同分享 孙霞会长及作家 学者和企业家 身份文艺体的解读 Today marks the first session of a lecture serie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of the Drip 重来 Today marks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erie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ingapor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one of the four great Chinese classic novels and it marks the peak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writings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reading classical poetries and books are never the same i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never mentioned Today we are here to appreciate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this masterpiece from various angles Like what my co-host Professor Xiangli has shared in this series we get to listen to the insightful sharing from ou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s. Siman various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nonetheless Dr. Sun Xia from her experience as a renowned writer scholar and entrepreneur 好的 谢谢潘博士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 隆重介绍一下 出席今天讲座的 开幕式的领导与嘉宾 Sure, Professor Xiangli let us introduce our guest of honor and distinguished guest for today 他们是 新加坡外交部 兼国家发展部 高级政务部长 神颖女士 Let us introduce our guest of honor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s. Siman 新加坡 红楼梦学会会长 孙霞博士 Next Let us welcome our President for the Society of the Red Chamber in Singapore Dr. Sun Xia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先生 Next Let us welcome President of the Society of the Red Chamber Next Let us welcome the President for Society of the Red Chamber 对不起啊 我再说对一次 Next Let us welcome the President for Society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China Mr. Zhang Qingshan 新加坡著名作家 尤金女士 Renowned Singapore writer Madam Yu Jin 新加坡 作家協会会长 林德南先生 President for the Singapore 's Writers Association Mr. Dinen Lim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华语馆馆馆长 中华语言 文化中心 主任 尤俊豪教授 Let us welcome Director of NTU Chinese Heritage Cente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fessor Yo Chun Ho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主任 区景毅教授 Next, let us welcome Director of the Chinese program for NTU School of Humanities Professor Q. Chi Jingyi 好,感谢潘博士的介绍 今天在我们现场 还有很多熟悉的嘉宾 熟悉的面孔 以及众多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欢迎大家的丽林 那我们下面进行 大家进行合照留念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潘博士 今天辛苦您了 幸亏您中英双语都可以 前面就场 感谢 感谢 说的不好 说的不好 会长那边还有什么事吗 您有要说的吗 孙会长的音频没有打开 来 现在就结束吧 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各位红学朋友们的支持 也感谢我们所有所有的 包括我们工作组 还有两位中英双语主持人 我们下次再会 好,期待下次